应该能听见吧 这皮的酥脆的剩下 大家好 我是坤妈 我又回来了 我又开始做饭了 买了点肉 买了块豆腐 今天扎个小丸子 坤毛 挺严的 我这盛制一下 我得借祖笼问 走 洗洗肉 拿出我那块 让你们嫌弃的菜板子 再拿出我这 洗埋的一把菜刀 再拿出我 井条细圈的一坨肉 然后开始剁肉馅 不行 我得把围裙算上去 整一阵 开始剁 改一下 倒在剁好剁 剁好的肉馅 放盆里 然后放点葱酱 葱酱可以多放点 然后开始调料 倒点料酒 生抽 老臭 老臭可放可不放 喜欢颜色甚至就放点 不耐散的就少放点 或是不放 再来点蚝油 就耍耍这么多 又放这么多 再放点胡椒粉 磕了一个鸡蛋 倒了一点油 然后再把这块豆腐放进去 砸碎了 最后再放盐了 再砸匀了再放盐了 其实要是喜欢吃菜的话 也可以放点木耳 胡萝卜 笔鸡 如果这肉太干 可以适当的放点水 当然也别放多了 少为让它细乎点 因为一会儿咱们得放电粉了 然后太干了的话 放电粉一会儿一爪都很一坨一坨 放盐 这就感觉个人口味 口中的就多放点 口庆的就少放点 但是我觉得这个肉丸子 盐放太少 不好吃 腻的 然后再放点淀粉 再倒一点油 我感觉有点 蘸肉汤 一会儿挤丸子不好挤 行 少油去 开火 倒油 我把这个果瓣 钻在碗 路路太拉 总怕把果顶放 我看这油锅里好像能反射住 我这手挤了 这油差不多热了 给它挑到小火 我也不会说几成 就是凭做饭的经验看 感觉差不多能下了 然后挤小肉丸 别挤太大 放进去 然后混了混 别让它斩一块儿 先买个大招了 还挺好 小火慢炸 等它飘起来了 再炸个三五分 一上色 就给它捞出来 钱捞出来 一会儿再炸一遍 这淀粉放的多 炸出来就是这样圆的 不变形 要是淀粉放的少 或者是不放淀粉 炸完之后 这一捞出来 它臭味 它都折着白弄的 都臭味 也感觉个人口味 您要是 就不想放淀粉 那您俩炸 炸完反正爆炭 然后把火调大点 再大火复炸一遍 我一热 再倒上去 大火复炸一遍 让它外搅里能 还有一点 您要不放淀粉的话 炸十点长了 我就感觉它外皮有点劈的了 不想放完淀粉 炸完了没那么腰 送散它里头肉 这大火炸个三两分钟 成边出锅 小丸子炸好了 咱们摆开一个看看 咱们摆开一个看看 歪脚里能 应该能听见吧 这皮的酥脆的剩下 里头特别送散 好烫啊 外脚里呢 行了 咱今天就到这吧 喜欢我的小伙伴 关注我 咱们一起探调美食 明天见